中国历史上诞生了将近五百位皇帝 但要说伟大 只有圣唐的李世民 以及明朝的朱元璋等等有名的皇帝 还能称之为伟大 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皇帝 他虽然在才华 谋略 功绩等各个方面 与前几位无法相比 但依然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皇帝之一 他就是宋仁宗 很多人对皇帝的伟大都定义为雄心勃勃 四处征战 扩大疆土 但宋仁宗就不一样 他的名号以及死后的嗜好都带有人 而在历史上有这样名号的皇帝只有四人 足以看得出宋仁宗的仁慈之心 宋仁宗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 文教最发达 科技最发达 政治最清廉 言论最开放的时代 在他统治时期 判称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领风 被宋可谓是一记绝尘 远迈世界 这些功劳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繁星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宋仁宗最为出名的人物之一 当时仁宗答应爱妃张贵妃 给自己的老丈人升官 宋仁知道后自立反对 在仲臣面前 将仁宗说的是哑口无言 仁宗立即采纳了包装的建议 而事后也没有追求包装的责任 当然 仁宗不仅对自己的大臣仁慈宽厚 更是对全国百姓不下如此 散布是口可 却不说 只因怕下人被罚未带水壶 看奏折时不敢点羊肉汤 只因怕御膳房日日宰羊 种种事里都表明 宋仁宗的的确确是一位仁慈宽厚的君主 仁宗逝世的时候举国哀痛 全民百姓更是痛不一生 都连邻国皇帝都为之落泪 可见仁宗之民绝不是虚